各位同学好 我们接下来看范例2 这是要判断摩擦力它是不是有滑动 在滑动之前外力推多少 就会受到多少的摩擦力抵抗 所以在滑动之前 近摩擦力的大小就跟外力一样大 直到达到最大近摩擦力 达到最大近摩擦力的瞬间开始滑动 而最大近摩擦力有一个公式 就是这个 那么动摩擦力则是在滑动之后 会持续受到的摩擦力 它的公式也是动摩擦系数乘上正向力 那这一题我们就要来判断 这个甲到底会不会被拉动呢 所以首先应该要先求什么呢 求最大近摩擦力 先求最大近摩擦 那最大近摩擦就是 近摩擦系数乘上正向力 那近摩擦系数题目有给是0.5 但是正向力呢 就是要看甲跟桌子之间挤压的力 我们就要来分析甲受哪些力 首先甲有受到重力 MG10公斤乘以重力加速度 所以向下的力是100 但桌子也跟甲之间有一个正向力 撑住甲 所以这个例子中正向力的大小就等于100 所以 我们算出了最大近摩擦力是50牛顿 接下来就看第一小题 第一小题说如果乙也就是大M是4公斤的话 那如我们左图所画的 如果大M是4公斤 那大M向下受重力40牛顿 那假如40牛顿可以完全透过这条绳子传递到甲 那甲会不会滑动呢 40牛顿有没有比50牛顿大 没有 它是小于最大近摩擦力的 所以不滑动 不滑动也就是说外力的大小就跟近摩擦力的大小是一致一样的 那也就是40牛顿 所以第一小题是10 第二格是10 再来 我们来看第二小题 第二小题 把乙捏换成了 换成了10公斤 乙换成了10公斤 那这么一来 向下拉的力就不是40 而是100 那100有没有比50大 有 100比50大 所以它会不会滑动 会 它会滑动 如果大M是10公斤 那么Mg就会是100牛顿 因为是10乘上10 那它有没有比最大近摩擦力大 有 所以 滑动中 它会滑动 那滑动中的话呢就受到动摩擦 动摩擦力的大小是动摩擦系数乘上正向力 动摩擦系数的题目是0.5 0.4 动摩擦系数0.4 绳上甲和桌子之间的正向力还是100 所以算起来动摩擦力大小是40秒顿 好 那么 接下来的问题是绳子的张力 还有加速度 好 这里第二小题 要算加速度和绳子的张力 有两种做法 第一种正规的做法是这样子 先看 乙 看乙之受力 乙的话它是一个向下 现在是10公斤 所以是100牛顿 那向上有一个 绳子张力 t 那我们假设它往下滑 加速度a 那根据 合力造成加速度 f 等于ma 那合力就会是100的向下 减掉t 向上 就会等于它现在10公斤 乘以a 这样子会有两个位置数 我们还需要另外一个方程式 也就是看甲 看甲的受力 那甲的受力是水平方向的 甲的受力有受几个力勒 一样有受到绳子的张力 水平方向还有受哪些力 有一个摩擦力 动摩擦力 动摩擦力是多少 40 刚刚算出来的 那假设它也是 也是一个正在加速 因为它们用绳子绑在一起 所以甲和乙的加速度会一样大 只是方向不同 因为有绳子的关系 这时候一样合力造成加速度 t 减掉40 就会等于 它是几公斤呢 10公斤 就跟乙 乙是一样的 乙是一样的 我现在讲第二小题 甲乙都是10公斤 所以这样子就有两个式子 综合这两个式子 就可以算出 张力大小以及加速度 100-t 就会等于t-40 所以t就会等于70 那再带回去 有加速度的部分 比如说带回第二式 那么a就会等于3 3 这是第一种方法 那接下来要跟各位介绍另外一种方法 更快速 另外一种方法 是将甲乙看成一体 看成一体的话 接下来看它所受的外力 然后再去乘3 呃 不是乘3 看它所受的外力之后 把它所受的外力都找出来 那再用f.ma去算 例如说 插受哪些外力 乙的部分有向下的mg 甲也有 可是呢 甲的这个部分的力被抵消 正向力跟重力 甲的重力抵消 是乙的部分才没有抵消 那这时候不用看张力 因为张力这时候 是内力 是在这个甲和乙的内部 我们当然还是可以把它画出来 不过 不是那么重要 张力就可以 不用看它 因为这时候 我们把甲看成一体 那张力就是在这个框框内部的 那还有没有别的力 有哦 就是摩擦力哦 摩擦力是 作用在甲这边 fk 所以总共它受到两个外力 fk和mg 那我们就可以 劣势了 虽然说这两个力方向不一样 可是呢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它往下拉的时候 它要抵消的其实就是 动摩擦力 它会受到阻碍的就是动摩擦力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用f.ma 然后我们用这样的技巧 合力这一次是mg-fk 那质量这一次是全部的质量 因为我们四为一体 所以把数字带入 100-40 就会等于10加10 乘以a 所以a就等于3 这样也可以 再把a带回去 个别的甲或乙 就可以算出张力题 好这就是这一体 判断 判断摩擦力 是进摩擦还是动摩擦 以及使用f.ma 来算它的加速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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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